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代艺术出现在社会里头 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 真正去讨论当代艺术 对一个社会的重要性的时候 它就被一个商业的潮流过来 滚滚地就把讨论的空间 全部给淹没掉了 我看最重要的当然是艺术了 我本身是非常喜欢当代艺术的 在上海我们开始的时候 八年前当代艺术 是知道的人也不是太多 那个时候我就想 我可不可以能够为上海做一点事情 给上海带来一个展示 当代艺术的一个舞台 龚先生他真的是一个 让我非常非常敬佩跟感动的人 所以在2005年 在MOCA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我就当了他的义工 所以我跟MOCA是很有趣的一个情缘 它是我真心去爱上的地方 作为一个当代艺术讨论和社会参与的空间 最重要的就是博物馆 或者是艺术馆 大众必须有机会 能够参与到这个里头去 能够看到当代艺术家的作品 能够去参与这场讨论 这个才使当代艺术 对我们今天的社会能够发酵 能够有意义 我看到很多的中国的那些美术馆 我想你们是当中 唯一一个比较独立的资金来源 整个都是很独立的 所以说就作为一个完全帮艺术服务的 时装也是艺术 就是说你们这包含性很大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点 能够在上海 为上海的市民 带来这些当代艺术的展览 我觉得是我们的一个责任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抱着一个 艺术为民的一个态度 上海当代艺术馆 它的目标就是敞开大门 为人民而做的一个艺术馆 所以它所有的展览 跟它所有的运营的方式 其实最大的一个考量 就是上海的市民 国际的旅客 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 他们可以在当代馆得到什么 它做的各式各样的展览 其实是服务大众的审美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在上海当代馆的展览 不仅仅是小的范围的艺术而已 它是大的范围 就是生活的美学 没想到一下子一晃 上海莫卡已经八年了 我想就是因为它是一个 比较早的一个民营美术馆 一个人的这种热情 包括对艺术的喜爱 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莫卡扮演的角色 就是非常不同的 它是一个以一种另外的一个姿态 我觉得这种姿态可能也是 也许是某种未来 从资金 从展览的选择 可能自由度更大 这样可能就是给艺术家 发挥的空间也更多一点 莫卡给我印象最深的 有两个方面 一点就是团队的组成人员 都非常年轻 我也曾经跟他们合作过 测过年轻的艺术家的展览 另外一点就是莫卡 在整个的年度的展览计划里面 都有对年轻艺术家的扶持计划 非常有效地连接了年轻一代 艺术家的这种成长的历程 确实是跟莫卡有很多次的合作 他们这八年来 扎扎实实一步一步这样走过来的 因为说到上海莫卡 我觉得世界各地一些策展人 艺术家他们可能都知道 就影响肯定有 到今天来说的话 奠定了这样的一个学术的方向 包括奠定了他们一个 在中国当代艺术这样的一个地位 同时呢 作为艺术家跟他们合作 你能感受到很多他们的专业性 包括他们的对艺术家的一种尊重 我现在收藏的艺术品 主要是以那个当代的艺术的画 跟那个雕塑为主 其实艺术整个是一个社会的反应 中国的艺术市场其实非常复杂 像我们这种长家的话 特别需要有一些专业的机构 专业的团队 莫卡的每次展览我都去看 我觉得他们越做越好 参加展览完 我基本上都会听他们的一些讲座 认识一些他们介绍的画家 一句话总结就是 亦是亦有 我觉得要召集一些 所谓的Patreon这种赞助人 这样的话对他们整个馆的发展 我觉得也会进一步 到了一定的程度 我觉得要回馈社会 然后要帮一些 社会做对有益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非常自然而然的一个想法 这八年来是不容易 但是我们都一一地走过来了 在接下来呢 我们希望能够吸引更多年轻的观众 就是比如说我最喜欢看到的 就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带着学生 还有家长带着小孩 来我们馆里面 把一颗艺术的种子 能够埋在他们的心上 并且继续 育俄里面 并且是一种 一种重要的事情 在生命中 它有一定的 责任做法 社会 社会 每一所 企业的 教学年 关于导师 所有进展 逐游 学生 有uto 教学年 提供各种方式和服务 给予各种群体的人 他们会被吸引 然后获得更多的知识 在现代艺术和设计 通过我们的设计 上海当泰艺术馆 它是很尤其 它是唯一仅有的 它是以一个私人投入的方式 去做了一个工艺事业 所以在未来 这个莫卡还要持续地发展 持续成长的时候 我希望它能够得到 更多的公众的支持 我觉得未经跟他们一起 整个上海我觉得是一个大都市 需要像莫卡这样的 当代美术馆这样的来 体现整个大都市的 一个文化的一个水平 未来的八年 我希望莫卡更能够显示 自己的一种独特的艺术馆的一个精神 能够走得更好 走得更长 当然是期待还有一个八年 还有第二八年 第三个八年 在他们这样一种宽松严谨的学术 氛围里面 艺术家跟他们还有更好的一种合作吧 希望莫卡延续以前的 一直对艺术家的一些支持 做好的展览 然后热情 继续拥有热情 要做一个馆就是 每个人都要想望的一个馆 我们做了一件特别伟大的事情 我就特别希望上海当代艺术馆 加油 能够坚持下去 也希望社会上有更多的人 能够到这儿来参与这一场 当代艺术的运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